临江,中国深屋西小城,中国最美县城,中国长寿之乡,长白山腹地。 鸭路江畔的临江被这样那样的光环所笼罩,而我来只是为了追寻当初的约定。 临江的七月是它最温润美丽的季节,这座边陲重镇处处弥漫着紫色新颜的娇艳,游走在城市的每个细节中给人一种不可名状的和谐与舒适。 在这里,时间没有任何质感,让我忘记了所有城市的喧嚣,细细品味临江式的生活方式。 在这里,我甘愿做一家路过的秋水这么一位匆匆的过客,只为恰逢其实地遇到你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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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野花浪漫地绽放,金色的阳光透过玉聪聪的枝叶变成斑驳的树影, 整个人都有一种浸泡在绿色氧气中的愉悦感。 蝴蝶把跳动的水珠演绎成精灵般跃动的蓝色景段。 继续上行,一片原生派的草地没有一丝遮掩地呈现在眼前, 被拴困住的老牛回头望着,透亮的溪水穿流而出, 这一幕如同当初已夹在旧信封里的老照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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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时间仿佛凝固了这个小城,没有喧嚣,没有浮躁。 但四宝林江战役纪念馆里成列的秀气斑斑的军刀, 断銜的二胡,革命先烈的文件包, 以及曾经威力无比的炮弹, 那些属于革命的纪念品都唯误着这座城市历经的沉浮沧桑。 而这些都出现在你曾兴兴兴乐道的故事中。 你曾说过,每座城市都有一道不得不吃的美味, 在临江,不得不说的就是飙割煎饼了。 一团团团面像在大厨们手中飞舞的靶子下, 变成了一张张薄煮蝉翼的煎饼。 阴晕的香气疏忽间, 鸟鸟钻入鼻腔。 细细品味, 那一缕缠绕的滋味从口香慢慢飘散, 深入葬府。 夜幕降临, 喧闹的商业街, 美味的夜市, 来往的真群, 构成了深夜临江的炫亮菊黄。 璀璨绚烂的音乐广场, 变换的灯带流动的车灯。 整个城市就像是由灯光演做出的一段 舒缓华美的旋律, 明亮动人。 灯火阑珊, 我急着要看到那个人, 会不会也在等待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若我见到你, 事隔经年, 我该如何问候? 没有眼泪, 没有沉默, 只是一句, 好久不见。